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 今天的深夜就是明天的礼拜六的凌晨 有一个很有名的天文线上叫做火星冲 事实上就是火星会经过我们地球的另外一边 刚好我们看起来在月亮的旁边 有一个亮亮的就是火星 火红色的就是火星 各位可以期待来看一下 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得到 大概会看到就是说 第一个它的连在一起就三个天体连线 所以整个晚上都可以看到火星 太阳地球跟火星 所以在我们晚上的时候可以看到到火星 然后这个其实这个可以自己会可以看到 用目视眼睛可以看到这个月全时 月亮被遮住了 而且是一个火红的月亮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全台湾应该可以看到的机会都很高 不过大家就是要比较早起来 或是比较晚睡了 台湾天气非常的好 各位看到这个就是高压的影响 不过礼拜五下午的时候 还是有一些午后的热对流发展起来 台风在这个地方 目前来看的话 这个云雀会从日本 进击这个地方登陆 在这个地方会登陆 登陆之后会明显的 往九州四国这个地方接近 所以对当地应该会有一些影响 可能要持续到下周一 目前来看的话 未来这一阵子 大概没有什么太大的天气系统 就是吹着偏南风的影响 所以我们午后还是有些局部的阵雨 但是夏天就是白天典型 夏天天很热 很热 未来预计会持续一阵子 就是典型的这种偏南风的一个天气 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不过好消息是没有台风的讯息 未来这几天都很类似 靠山区有一些午后的阵雨 下礼拜可能有点小变动 我们再来观察 可能午后阵雨的几率会大会大一点点 礼拜五晚上各地天气是不错的 不过北部空气稍微差一点点 大致上是有一点炎热 27、8度左右 明天白天还是一样 典型炎热的天气形态 北部有点臭氧浓度稍微高一点点 稍微留意一下 所以这阵子吹南风 北部的空气品值稍微差一点点 东半部是相对的稳定的天气 我们刚才建议高压接手稳定炎热天气 靠山区午后局务阵雨 预防中暑要防晒 近期高温会持续一阵子 好消息是这一两个礼拜 似乎还看不到台风会接近到台湾的讯息 请大家好好把握